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專題是這一個零件 這個零件沒有很複雜 幾個步驟應該就可以把它完成 相信初學者看完這集視頻後 就知道怎麼樣畫了 那我們先來了解它的外觀與尺寸 再來研究分析如何下手 才能快速的將這個3D圖形畫出來 我們先來看上視圖 這邊寬44毫米 這邊厚12毫米 中間這邊寬24毫米 下面這邊寬18毫米 這邊切口寬也是18毫米 再來看正式圖 這邊寬88毫米 這邊高是58毫米 這邊遠直徑14毫米 這邊遠直徑14毫米 這邊遠直徑11毫米 這邊遠距離下遠14毫米 距離左邊邊遠也是14毫米 這邊倒腳上下落是7毫米 這邊遠距離右邊邊遠14毫米 距離上遠也是14毫米 再來這邊高是24毫米 再來這邊高是24毫米 這邊遠半徑41毫米 這邊高是39.5毫米 眼睛離上眼是1.75毫米 這邊倒腳是5毫米 這邊距離29毫米 這邊距離52毫米 這邊遠距離 這邊遠距離48.5毫米 這邊遠距離5毫米 這邊距離 這邊遠距離14.7毫米 這邊倒腳是5毫米 這個圖形尺寸 比較複雜一些 我們了解它的外觀裡尺寸厚 那怎麼樣畫呢 我們就開始來動手吧 我們重新畫一次給各位參考 開新的檔案 選擇零件繪製 選擇前基準面草圖繪製 選擇圓 在這邊畫一個圓 右邊也畫一個圓 選擇矩形 對焦矩形 在這邊畫一個矩形 選擇線 從這邊畫一條水平線 切頂 這邊再畫一條水平線 往下斜 再轉切線弧 往上 切頂 再選擇線 從這邊畫一條斜線 切頂 選擇 選擇 切定 再选择盐弧 这边画一个盐弧 切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沿着近 14毫米 这边沿着近 11毫米 这边距离 14毫米 这边距离也是 14毫米 这边距离 14毫米 这边距离下沿也是 14毫米 这边距离 19毫米 上面这边距离 29毫米 这边距离 24毫米 这边距离 32毫米 这边距离 10毫米 这边距离 10毫米 这边距离 14毫米 这边距离 34.7毫米 这边距离 18毫米 这边距离 18毫米 这边距离 52毫米 下面距离 15毫米 下面这边距离 19毫米 这边距离 15毫米 5毫米 选择圆芯 与这条线 重合供点 选择 这端点 与圆芯 垂直放置 选择 智慧型尺寸 这边高 58毫米 这边 盐半径 41毫米 圆芯 与这条线的距离 1.75毫米 圆芯 以这点的距离 39.5毫米 选择 修剪工具 修剪不要的 涂盐 选择 老角 5毫米 这边 切顶 再选择 倒角 7毫米 这边 这边 切顶 选择特征 生产填料 厚度 44毫米 44毫米 轮廓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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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顶 再选择 这一面 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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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选择 炒度 1 参考 突然 选择 特征 深长 粗量 深度 18毫米 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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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 确定 选择 参考 几何 选择 这一面 12毫米 婉转 确定 再选择 再选择 这一面 草图 绘制 选择 草图 1 参考 图 选择 特征 生长 粗量 深度 24毫米 轮廓 这里 切顶 这样 这3D图形 就完成了 将平面衣 隐藏起来 这个零点尺寸 虽然有点复杂 但是只要尺寸正确 整形不错 很简单 再来 我们给它 上个颜色 青色 切顶 切顶 这样 这3D图形 就完成了 最后 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高 58毫米 这边宽 88毫米 这边 34.7毫米 沿直径 14毫米 这边 14毫米 这边 32毫米 这边 14毫米 这两边 倒角 都是 7毫米 这边 19毫米 这 沿角 5毫米 这边 沿半径 29毫米 这边 沿半径 19毫米 这边 29毫米 这边 52毫米 这边 倒角 5毫米 这边 高1.75 这边 高24毫米 这边 沿直径 11毫米 这边 高 39.5毫米 这边 这边 岩脚 半径 41毫米 这边 夹角 48.5度 这边 深度 24毫米 再来 这边 深度 18毫米 这整个尺寸是正确的 这个零件尺寸虽然有点复杂 但其实图形很简单 你看过就会了 很适合初学者来练习 好,OK 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示范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OK,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会的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教学相长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哦 请我回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